北京时间6月15日晚 中国女排在世界女排联赛的征程继续 在中国香港站第三场对阵强敌土耳其女排 中国女排最终以3比2逆转战胜世界第一 好举三连胜 并且取得了今年世界联赛总决赛阶段比赛的资格 本站比赛 中国女排前两场一两个3比0 击败了保加利亚女排和德国女排 同时也已经提前锁定了参加巴黎奥运会的资格 我感觉整个过程就像坐过山车一样 有打得好的时候也有状态低迷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是在一起 努力完成了这一趟冒险 队员王猛杰感慨道 龚翔宇则表示 拿到奥运资格首先是激动 同时也要珍惜宝贵的机会 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备受瞩目的舞台上 发挥出我们的实力 来到分战赛倒数第二场 面对世界排名第一的土耳其女排 中国女排进行了一些人员调整 朱婷由于腰部不适 本场比赛没有首发出场 蔡斌派出吴孟杰顶替朱婷 此外双方箭头李盈莹和瓦尔加斯 则展开正面交锋 首局比赛 中国女排前半程还能紧咬比分 但战至11平后逐渐被拉开分叉 当局面战至23比16之后 李盈莹调球偷袭成功 龚翔宇单人拦网建功 土耳其又出现失误 中国队连追三分 但土耳其队很快做出调整 中国女排则没能顶住压力 以21比25输掉首局 袁信月在第三局表现抢眼 第二局比赛 在双方战至中断时 土耳其女排又有拉开分叉的势头 蔡斌教练随即喊出暂停进行调整 不过土耳其队还是临场表现更稳定的一方 他们通过一波流畅的攻势 以25比17再拿下一局 在两局落后之后 中国女排放手一搏 以3比0开局打停了土耳其队 尽管在暂停过后 土耳其队的进攻有所起色 但中国队依靠篮网 进一步将分叉扩大到12比5 再次打停对手 当土耳其女排在后半段将分叉破进至3分时 张长宁和李盈盈的得分稳住局面 扳回一局 第四局 中国女排在开局0比2落后的情况下 快速调整 连得4分反超比分 不过到了比赛中段 土耳其队将比分追到14比14 随后双方比分交替上升 在23平之后 中国女排连取2分 将比赛拖入决胜局 关键的第五局 蔡斌教练在2比5落后时 率先喊出暂停 要求队员坚决进攻 而在6比8落后时 蔡斌教练再次暂停 此后 中国队连得3分 反超比分 不过 土耳其的巴尔加斯连续强攻得分 再次取得领先 双方胶着至13平后 中国女排凭借出色的防守 率先拿到赛点 并且一鼓作气赢下比赛 储备 储备